袁立和崔永元,公众人物滥用声望货币,迟早会被反噬。 最近,袁立遭遇了大型打脸现场。 事情是这样的,前不久袁立发朋友圈,十年前华裔老板王中军卖给他一幅画和一个雕塑,到他要拍卖时,拍卖行称艺术家没有做过那些艺术品,所以袁立发标,都是骗子。 骗子前面没有指名道姓。 很快王中军发声明回应,提到当中似有误会,并且澄清了两件作品确实是出自艺术家之手。 雕塑作者也发声明,确认作品是自己100%亲手完成。 本来是个误会,王中军的声明中也没有提到袁立的名字,但很快,袁立非常生猛地回应了。 画重点 1. 作品没有证书,袁立并不知道作者和作品名,拍卖行也弄不清楚是第多少件作品。 2. 和王中军并非没有沟通。 3. 自己有名有姓,不是声明里提到的某女演员。 3. 而且这波隔空battle到今天还没结束,一大造原历发了多条微博,各种卦营销号回队,暗指王中军花钱买水军。 4. 这华蜂,果然很原历。 4. 复习一下,不好欺负的原历,龙奥天主义的失败与伟大。 5. 他们都是敢于发声的人,但这次做得对吗? 5. 原历battle的时候,还心疼了一把崔永元老师。 5. 崔永元老师最近也是全网热搜的节奏,我们先简单来梳理一下。 5月11日,崔永元就开始对冯小刚了。 5. 当时首集2宣布开拍,崔永元展示了和编剧刘振云的对话截图,表示他觉得这个项目不妥,从截图语气看来,崔永元说得挺恳切的。 5. 但后面开始上阵躺枪的,却是范冰冰。 5月24日,崔永元微博发了一个范冰冰获得国家精神造就讲的截图,还配文一个真敢发,一个真敢领。 5. 而范冰冰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就在这一天的晚上10点多,发微博说在首集2拍摄现场,5月很开心。 5. 这一下就激怒了崔永元,她认为范冰冰在示威。 崔老师难道没有想过一种可能性 范冰冰可能根本就没看过米关于手机2的This微博 之后的戏码让人震惊 崔永元的一个真感X系列晒出了一套合同截图 显示酬金为1000万 之后发微博说你不用表演 你是真烂 配图是一份完整的报酬合同 而上面的名字正是范冰冰 合同里写明范冰冰收取的片酬是1000万 5月29日 崔老师还向网友科普行话 演员拍戏签一大亿小合同 小合同号称值1000万 大合同则是5000万元 这样演员可以拿走6000万 而关键是 那位拿6000万的演员只演了4天 不过这份合同没有指明道性 后面崔永元晒出来的几份也只有报价 其他信息都抹掉了 这一波操作下来 网友们都震惊了 崔永元不仅和范冰冰杠上了 还爆出一系列演艺圈高片酬黑幕 但崔永元和范冰冰什么仇什么怨呢 今天早上 崔永元接受了媒体采访 说这是由于2003年冯小刚的电影 手机映射了他 对他造成侮辱 而现在冯小刚居然还要开拍手机2 当年格优演的主持人主持的节目叫由于说一 也需要安眠药入睡 和崔永元主持实话实说 患忧郁症等情况很相似 但现实中崔永元是因为生病把主持让给了合金 片里范冰冰演的五月和影射崔永元的严首一有暧昧关系 这让很多观众以为崔永元就是这样的人 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困扰 他说冯小刚只是以开玩笑带过 没有道歉 大骂他扎子 至于晒合同顺便把范冰冰拖下水什么的 崔永元解释说 自己本意是想用一抽屉合同揭露演艺圈的黑幕 对他们你们自己演自己得了 结果因为不会改图 老眼昏花不小心把有范冰冰名字的合同发出来了 不过合同里其他马赛克的地方是怎么回事 自带的吗 虽然有点抱歉 但看到范冰冰发了微博说演五月很快乐 他就开始急了 急是急了 但是崔老师这个说法结合时间线的话 还是有点混乱 范冰冰那条让崔永元生气的演五月很快乐 微博是五月二十四日发的 而崔永元的合同微博是五月二十八日发布 如果范冰冰冰有心挑衅 逻辑也应该是 崔永元按讽范冰冰精神造就讲 范冰冰发微博挑衅 崔永元再放大招晒合同反击 could else 葱永元采访练 说的是 晒了合同以后觉得有点抱歉 但看到他的挑衅微博之后急了 和他恋上了 时间线对不上,比较像后来自圆集说的借口 所以,真实情况应该不存在什么不小心,而是崔老师一开始就打定住一捏死范冰冰这个,相对于冯小刚、刘振云等老炮来说,最软的是字 但5月29日没指名道姓的大小合同,又引来各种杜撰,让范冰冰背了一锅,范冰冰工作室于是发了声明 不过讲真,崔永元在采访里说的话,大部分还是令人动容的 2003年他身受疾病困扰,还被大导演冯小刚的电影影射,虚构了和现实不符的剧情,让他的生活,乃至女儿的正常生活受到影响 冯小刚这事干得比较鸡贼,映射这种东西大多数购不成法律上的诽谤,但当事人确实会难以逃脱舆论的困扰 格优是这部戏的主演,崔永元表示放过他,他说格优从没有为这个事而感到自豪过,他们私下关系很好,但因为尴尬从来没讨论过此事 所以看到手机二开拍,他有怨言,心里有气,都可以理解 但你要发泄也得讲究基本法,就是论事不好吗? 第一,把子明明是冯小刚和刘振云,但崔老师却挑了最软的十字捏,名气最大,黑点最多,又是个代表作欠奉却名利双收的女性 崔老师很懂大众心理,基于是人对明媛的恶意,在从放冰冰较为欠缺的奖项和演技对起,成功引起群潮 这种行为其实也和喜欢玩影社的冯导一样,可以称之为,鸡贼 因为放冰冰的演技一直受争议,对业务能力最能得到共鸣 第二,挑软式字,对业务能力也就算了,崔老师晒出里面写有,保密,的文件,把原本可以有理有据的反击现场变成大型商业机密披露现场 无论合同是否真实,崔永远这招都挺损的 这招相当于,A和B掐架,A晒出B的同事Z的工资条,说看C居然有这么多福利收入,他还真敢领 抱歉,我是真的没懂A的逻辑,为什么不直接撕B呢 真的,比起这种截图,晒合同,直接大骂冯小刚你XXX你鸡贼不是更爽吗 同样,原力一开始的朋友圈,也是让人十分同情 想想,当年花巨资,45万元,和老总买下两件艺术品,多年后要拍卖时,却被告知艺术家没做过这些作品,白收藏了,世人都会像怒骂一声骗子 但如果是在没有确认事实的情况下,直接盖章骗子,就可能会对原本清白的人造成影响了 这样的盖章对于王中军和艺术家都不公平 所以王中军和艺术家跳出来说明情况,也无可厚非 但原力的处理方式是,继续嘴硬 他还原了买卖艺术品的来龙去脉,但是绝不对自己盖章的骗子以及造成困扰的艺术家说一句道歉 他还继续借题发挥,从否认被打脸到说王中军请水军,再到支持崔永元 这就已经沦为为对而对了,各种亲自下肠思,没理就转移矛盾到崔老师那边开始站队,难免显得有些无理取闹 心里有气,就只能一顿乱对吗? 说到底,原力和崔永元在这两件事上的处理方式真的令人很失望 毕竟,他们都曾是柜圈里有担当的敢言先锋,是很有美欲度的公众人物 原力身体力行的做工艺,掏心掏肺帮助沉肺病人,在助人这方面,他功德无量,绝对是柜圈许多人应该学习的对象 很多时候,原力都市亲力亲卫,亲自到场看网偏远农村里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把需要捐献的物资直接送到他们手上 电视连续